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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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些比较core的部分的话 比较不会把它拉出来 这个专案算是河川局的这一类案子 它本身每年都会去建构或维护河川的一些水位水质流量 这些相关资讯的一个采集 它都会有这种需求 那以曾经接触过来讲的话 它会有河川水位的监控 高度是多高 会不会说影响到我们的桥梁 那可能进出海口区的话 它会有一些阳城监测 因为我们的滨海地区有一些 其实慢慢都是沙漠化 所以你冬天比如说 一些以麦寮地区那边来讲的话 那地区的话只要到一个冬天的时候 那那个东北季风大的时候 那边其实阳城都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也逐步在做这些监测 那在低洼地区的话 就会有所谓的淹水部分的东西的监测 那或者说一些沙漠的控制 那就是遇到了就做而已 也没有什么特别选择 那在这一个架构 就是说这个砖弹架构里面的话 我大概把它勒出来 大概长这样子 那大概分三种类型 我有碰到的 以左下角这边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 左下角这边来讲的话 它这里的话是一个水位站 那水位站的话 你们如果有留意的话 其实在市区很容易会看到 你会看到 桥梁旁边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样一个铁盒子 悬针出去 那这里面的话 它就会装了一个水位计 我原本应该有一个水位计 看一下 没关系 那等一下还会看到 那这里的话 它会有一个超音波水位计往下打 然后用反射的方式去知道说 我们水位的高度 那在旁边这边的话 它会有一个 应该说它会有一个 算是控制箱 控制箱里面的话 会有电池太阳能板 这类的东西 然后 我们可以利用里面的电源 如果是在市区就会嵌湿电 如果是在偏远地区 可能山里面 可能就用太阳能板的方式 来配合千酸电池来供应电源 那另外一种是属于淹水侦测 或者说你可能是地下水的监测 那你可能就会用压力式的水位计 因为你没有空间去打超音波 所以你一定是把它丢到水里面去 然后去把这个利用压力的方式 来转换你的水位 那这样的做法的话 也是一样跟刚刚一样 电源部分的话 会有用千酸电池 或用试电的方式 等等的配套措施 那另外的话是 像这种阳城站在海边的部分的话 它可能就是在近海地区的话 它可能就会去侦测PM10 溫湿度的资讯 或者说还有风力的部分的东西 来做未来做一些分析的部分 那伺服器部分的话 就是是采用Windows Server 然后SQL Server 然后IS加Pilen加Flexker的架构 这样把整个就是 资讯把它呈现出来 那以上部分的话就是整个架构的部分 那接下来谈工具选择的部分 工具选择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选 因为硬体架构大概就已经被定下来了 但是我们工程师还是可以调整一些事情 让我们的工作稍微顺一点 那首先 Server端 为什么用SQL Server 就是人家指定的 因为Windows SQL Server 他们那边MIS 大概就是都用这类的东西 所以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是 就是现场收集资料部分 这次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选择 那可能人家平常都比较常用Windows公共电脑 那我们就用就造就继续使用 然后只是里面的话原本习惯 可能会用档内这些东西来写程式 那我们可以利用排程 然后装Pilot的环境 然后用排程的方式 让程式去收集我们的这些环境资料 那后面的话还会介绍说 我们怎么做这样 有用到哪些套件 那网页呈现面呢 我们就用Pilot加Fresk 来做网页的设计 然后搭配Boostrapper的框架来处理这样 因为搭配Boostrapper的话 对我们后端的工程师来讲的话 其实是比较容易上手比较容易maintain 不需要花太多的精神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 可能有个六十分的一个网页这样 那像不过其实我们平常在做一些案子的话 可能都会用一些图控软体 像Sketa这种的 在系统整理商方面的话 其实不是说一定都会去特别写程式 可能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拖拉的方式 有点像档内这样 然后它又有各种Driver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点一点设定一下 资料就会回来 然后它就变去试图 然后再点一点 它就可以帮你存进去资料库里面 所以建构的速度相较之下的话 可能会比较快 一个小系统也许大概两到三天 就会建构完了 大概是这样 跟我们就是也说写程式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落差这样 那后面的话是要连上政府的物联网部分的话 我们就用MQTT的方式来做一个传送 我们就蛮喜欢用Paho这一套的一个Library 那如果用MQTT部分有接触过了 可能就会蛮熟悉的 最后还有一个很捞浅的一个NB IoT的部分 我们晚一点会讨论它 那为什么会这样描述它 我们后面再做一点说明 那接着的话我们会从最底下 刚架构图的最底下 然后往上弹 那最底下部分的话就是现场的资料收集器 资料收集器的部分的话 架构大概长这个样子 这是一般水位收集的话 如刚才讲的 这个盒子里面就是会塞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算是超音波水汇器 那量测完之后它会输出一个电流的讯号 那我们再利用一个 所谓的有点像是Converter 我们把它转成Digital的一个讯号 然后再经由资料收集器 去把资料收回来 然后转换成物理量 然后再回传到Server去 那在网路的建构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会常见就是两种选择 一个是它如果比较靠近市区 就可能会请中华电信来帮忙拉个线 然后如果是远离市区的话 比如说可能在六龟卡仙等等的一些老龙溪 这种深山地区的话 那网路我们就可能就会 如果4G讯号可以收到 我们就会以这种方式来处理 这样 那另外一种资料收集器的架构碰到的是说 它使用NBRT这样比较先进技术 来完成监控运用 那底下架构基本上都一样 那只是说在往回传的部分的话 为什么会用这种东西呢 后面的话我们会讨论一下说 它到底在做什么 那为什么它有什么样的期许 目前的话政府也蛮在推这种 用这个技术来做一些监控的东西 算是蛮重大的一个辅助的计划这样 那我们再回到第一种架构的一个上传伺器 的那个资料收集器的一个架构说明 那这边的话主要的话是 它这边的话做的比较简单 它就是我们资料收集器去收集资料的时候 我们用mobus.tk这样的一个library 来收集我们的水位资讯 然后再加上pylan去加上 那一个pymssql的一个套件 然后我们因为有VPN网路回到我们的伺服器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对资料库 做一些存取的动作 那有关于说mobus的部分的话 之前的话我们有做一些分享 所以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到 往后可以到我的gap那边来看 这个后面yppd我会分享 就是我gap的部分 有一个工厂监控的部分 它蛮常会用到这类的东西 然后它的后半部这边 会解释到一些mobus 前半部是mobus 后半部的话是有一些mqtt的东西 这个是2018年的时候 我演讲的时候讲的一个题目 那这一页的说明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是第二种架构 那第二种架构的话是mqtt 其实你在玩mbiot的话 其实看你是哪一个实体在玩 那其实早期我在玩的时候 它是很初期的一个状态 那初期那时候就是不外乎就是 大概刚开始做就是大陆海市的晶片 那那时候早期是蛮客难的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早期的话只支援UDB传输 那网路部分的话 它甚至连UDB层都没有帮你包 它就是IP层就直接给你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做的时候 其实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因为它只支援IP层的部分 所以NIERS的Source跟Google 其实帮我们补充了 就是帮我们补上了很多知识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 维基这边的说明 那这边就有针对这些风包 做一些说明 那我们是使用pilot来组风包 AT command 跟晶片这些234G 或者说Wi-Fi晶片 都会有一个叫AT command 那叫AT command 上面是因为他们的指令都是AT加什么开头 来做一个沟通传输 所以也就被一直延续下来 大家都会以AT开头 然后后面加一些指令 来做一些命令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就是利用pilot的套件 这边的话是UDB的header的部分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放它的数据资料的部分 那我们就参考了这样的一个说明 然后也去看一下NAS系的一些Source 然后因为这个案子已经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都开始用pilot 做蛮多的专案跟分位了 所以那时候我也就是想说 那全部都用pilot把它做完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就会用 pilot里面Struct的一个 Pack Unpacker的一个套件 语法也有点像下面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去重新 组完比较底层 s-value的一些风包 然后包完之后再利用at command 把它组成UDB层 那UDB层我们在自己定义一个protocol 跟server去沟通 那这边的话就是也提到说 那做NBLT这样的东西 其实还蛮难过的 那用4G不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用NBLT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 我们的NBLT是为了解决什么 那最主要的话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说 这边啊 这里 这里我没有点出来 好 那没关系 因为我这边网路我点不太 诶 有网路线是不是 好 看一下他网路等一下没有OK 有吗 还没有 没关系 那我们先继续讲 回头有时间我们再回来看 那NBLT的话 它算是一个Nero Band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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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4G 然后或者说Pre 5G的一个技术 那它的理想愿景的话 第一个是高效率 为了高效率的物联网的解决方案 那它想要达到的是 我的一个基地台的话 可以覆盖率相对的 就是一个基地台 我覆盖的区域相对的大 然后另外是大幅的延长 我的设备的使用时间 据说可以 如果弄得好的话 用电池可能可以运作 一个device可以运作 十年 二十年 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 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可能under一到两块 美元 然后适用于 物联网的大规模部署 因为你要大规模部署 Cost 没有Cost down下来 基本上就很难 大规模 因为你说你很贵 每个东西都上万块 你想要大规模部署 应该没有人承担得起 因为它算 部署是期望说 可以部署到上亿个 然后高度的定位能力 这是我挺质疑的 因为当初 他们在介绍的时候 说这个东西的话 他们的进阶版 听说可以 那时候是华为 那时候在介绍 最进阶的版本 他们可以定位到 一米甚至三十公分以内 那我想说 这个GPS就很难做到这样 你要做到这样 我也不知道说 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 其实我只用到传输功能 这部分的话 我并没有特别去玩过 那限时面呢 限时面 RAW 其实盖得有点歪了 那NB-IoT 是高效率的传输方案 那其实它会 它实际上跟记忆台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 要睡眠 因为不睡眠的话 它的功耗就不能降低 那这个睡眠的话 早期一开始 我们那时候在做 我不知道现在没有在变 因为蛮久没有在碰它了 早期的时候 是由基地台去控制你的睡眠 所以你什么时候睡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主动控制 基地台下个讯到下来 叫你睡 你就要睡了 所以 这里是有一些 比较难处理的 那大幅延长设备 电池的使用时间 那 因为大家都要快 要系统整合 所以就是用一般电脑再加上一个晶片 所以这样的话会比较省电吗 可能很难 但是现实上 我们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那时候在 甚至我们那时候 早期我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用的还是一般的 昂的 然后是 比较高规 可能1.2G的一个 MCU SoC 来做整合 那这样的话 其实挺耗电的 因为你就是把旧有 做配合4G晶片的产品 把它用 把它转成 晶片是NBLT而已 然后 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就 用一般电脑 怎么可能会省钱呢 那 另外的话是 适用于物联网 大 规模部署 如果用这种架构来部署的话 应该就是 不是烧钱部署 应该说 不算是超钱部署 有点像烧钱部署 那另外高度定位能力 这里就 其实有点 也许现在有改善 我也不确定 那 自费低 但是 现在门市 4G都可以谈到 11块 20块了 你会差 为了差一个 因为 NBLT的 10块钱方案 大概就是5枚 20块钱方案 大概差不多是20枚 就是一个月 可以传这样的资料 那使用者说 我想要每分钟 传一笔 然后可以随时控制设备 那你也不用睡了 那你想 你还想要干嘛呢 所以就是说 现实面的话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配套措施如果没有弄好的话 其实一个理想的东西就是会 蛮有问题的 那后续的话 因为 NBLT 后来就是因为这些使用者 反映说 你这样很难用 我要从底层 这样全部打起 那到我东西 专任都做差不多之后 后面其实 它慢慢的 晶片就改进了 它就开始有 UTP TCP MQTT 然后NBLT 加GSM NBLT 加CATM0 然后NBLT 加GPS 这些方案出来了 但你想有GPS 有TCP 常态要连MQTT 永远都要连Server 这样的方案 其实你很难 怎么的省电 OK 然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后这边就有讲到说 我们这里就有用自己再打造 因为它没有一些 就是没有现成的Procode 让我们用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就自己打造一个 UDP的Connect Server架构 来做 那架构大概是这样 是要收集器 当UDPConnect 然后丢往UDP 的Server 我们用Pilot写一个Server 那这边在丢的时候 我们就用MobusLike的一个 一个Protocol在做 自己再刻一个 然后伺服器切到之后 再写进去 资料库里面 然后网页的话 再撈资料出来做呈现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伺服器组成的部分呢 主要的话 整个架构就是 伺服器是WinServer 2016 然后Seql Server 2012 然后底下 我们还会用一个FTP Server 这等一下解释一下为什么 这等一下解释一下为什么 然后WebServer的部分的话 就是Pilot Flask IS 然后Fast GGI 那前端就是用Birdstrap 减到我们这些负担 那FTP是因为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设备站 是学校那时候承包 那学校的部分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有效期也过了 它也不是想动 那所以 请学校做太多的这一些 就是说他们对 有一些破坏不是很熟 最后说 好不然你就 你就把资料生成之后 然后我有个FTP Server 然后你就是定时把它上传上来 然后做一个资料转 的交换这样而已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要来到 那个政府水资源物联网的部分 因为刚刚已经 知道都到Server端了 那我们到Server端呢 其实它还有一关 就是说政府现在开始 要统筹收集所有的 不管是水资源 还是各个国土资讯 都想要把它收集 来回固定的一个Server 所以呢 他们就有架了一个网页 或者说就架了一个伺服器 那你可以回传 那这边的话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这边的话 也有列出一个 有有 我有列出一个 水资源物联网的 那就是有点像 他们的 这一个这样的网页 这后面的话 有兴趣可以再看一下 好 那串接就是MQTT 那我这边也有一个demo 就刚刚那个demo后半部 就是MQTT部分的一个教学 那这里的话是一个 这个MQTT可以live 可以在Risberry Pi 或者一般电脑上面 执行的一个demo 那MQTT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 人家说算是一个 LiveWay的一个物联网 专用的Protocol 那它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架起的所谓server 它是一个broker 那大家 就是往这边push 资料 如果是可奈端 sensor端就是push 资料 然后你可以用订阅的方式 我订阅资料的时候呢 我有订的资讯才会给我 比如说你的手机 你可能只需要知道 那个水位的高度 跟温度好了 那也许你的设备 另外一个设备需要 伺服器 需要多一点的资讯 那你可能就是 就是连风速 然后湿度 然后也许风向 这些都要进来 那你就多订阅一些东西 所以你push到我的手机的时候 我这边可能就只是 显示温度 跟这一个水位 其他就没有办法显示 那这边就可以订阅多一点 它就可以显示 多一点的一些资讯 它是这样在做的 这边有写到 就是LiveWay的一个协定 让你资源比较不足的 终端设备 可以轻易的上传 发布讯息 但这个资源不足指的 不是树莓派 因为树莓派太强大了 指的是MCU 可能就是80或120MHz那一种 那这里面有一个题外 就是那为何要用SSL 因为其实我们早期 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就会遇到说MQT 你还用SSL 你不是说LiveWay吗 那LiveWay的东西 我的一个MCU 可能只有64K或128K 你要叫我把SSL 整个把它塞进去 这不是在为难 为难这一些 资源比较不足的 终端设备吗 就是你好像没有在 考量终端设备 就是一开始是LiveWay 但是到后来 大家因为安全 所以SSL加上去了 那你可能1.0 1.1还好包 包到1.2 1.3的时候 哇这些Piggy 就整个太大了 甚至你可能想要 那时候用80MHz左右 你可能要解一个SSL的 笔包 你可能一解完 就已经20分钟之后了 那还要穿什么 那另外的话 就是说因为SSL怕说 资料可能被拦截 那其实这有点调诡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里面 其实是MDVPN 就是等于是VPN网路 专线了就对了 那其实这些就是电信公司 已经都帮你防护一层了 所以那为什么需要呢 那最后一项是水资源 现在都要上网公开 那要保护什么 也许真的有某些地方 是比较专注的 但是我看大多数都open出来了 那进一步的话 可以了解一下水资源无联网 那最后的话就是 心得的部分 其实Windows也还蛮好用的啦 那SQL Server也可以是工作的好朋友 只是不太便宜 后面不知道有没有Microsoft的朋友 也许等一下我会有折扣 对不对 那另外再次确认说 MQTT其实是一个 蛮好用的一个通信协定 那公控真的离不开Mobus 那最后就是 资安的最大破口永远是人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东西 你想我用VPN 其实就是为了要保护我的资料 跟我的内部网路 那最后最后 最大破口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长官说 我在家里我想用手机 看一下你的资料 MX就把它打开了 那就是方便 方便就好 好 OK 以上是我的这一个水文监控的一个分享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谢谢 有其他麦克风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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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跟电信公司谈那个 所以你用人家 比如说中华电信 所以你跟他谈多久的费用 第二个问题是 假设说你用中华电信 用远传的话 你的整个层次架过度也要改 用远传 可是卡内的部分会有不一样 我不会 现在的 你晶片在做的时候 其实你从 都是网路嘛 所以VPN部分 MDVPN基本上是电信公司服务 帮你打造的 这倒还好 那层次的部分的话 因为Knight Server 这些全部都自己实做了 所以这里的话 应该也不会太多要改 只是说你如果有VPN服务的时候 你可能就变成说 你的整个INFRA 全部通通都要一次改 你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价格的部分的话 其实现在各间都有 release自己的一些方案出来 你可以去各大网站 你去找它的NB IoT的信卡 它都有 那大概的话 就是它会有分 10块钱 15块钱 20块钱 40块钱 或60块钱 甚至到100块钱的方案 那相对应的话 可能就是每个月五 5Mbps 10Mbps 20Mbps 然后一直到可能100Mbps 这样的资讯 那100Mbps床管就没了 你如果想要一分钟传一笔 我保证你一定报 绝对不可能说 可以让你 你如果说保持的是 可能10分钟 一小时传一笔 我觉得可能还比较OK一点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都没有发现大家的问题 再问一个 你看你近端有做DataLog 地端的部分 地端的部分的话 是会做DataLog的部分 基本上你只要存到本地端的 SQL line 这样就可以了 那机器那个感测器那里没有 感测器没有办法 感测器是人家直接提供的 你一定是跟它做通讯这样而已 除非它有做这样的东西 不然一般来讲不会有这个 而且有一些它是 呃 单纯电流电压输出的 那更不可能会有些Log 因为它本身就没有通讯这样 所以也是看情形 不一定说完全都会有Log存在 那边 那边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从N to N 这样子的Log存期待 就是大概 多久会传到 你说大概 多久会传到 对 我没有很 很 很 长官要看一下他家里的 长官 这个 嘘 嘘 这部分的话 其实是 你说网路吗 web吗 还是说我 我资料的传输的 想要及时的话 它应该有这个 描述 嘿嘿嘿 那这个大概是 我也可以 欸 这里的话 我那时候看 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特别这样 因为目前我船 大概都可以符合 那 那传上去的话 基本上 呃 再怎么办 三到五秒 应该都会传到 那NBLT 比较难控制 嘿 它比较容易会有断线 因为那时候说 虽然它可以部署得很广 但是实际上 呃 呃 到现在 以中华电信部 最多来讲 都很容易 会有Log的情形 嘿嘿 对对对对对 这部分实际上没办法 嘿 就是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OK 那 那 我想请问一下 刚刚有 谈到那个 要加 MQTT 要加SSL 是 这个是在 从device的sensor 到 MQTT的gave 或relay那边吗 呃 其实一般指的都是 你 从 伺服器 呃 其实看你怎么做啦 但是我们这边因为要做 我只能从 server size 直接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的server 到他的server 你如果要从device端 直接上的话 当然我的 公控电脑一定OK 但是其实 呃 真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真正的呃 呃 比如说开发商的话 他应该都会 为了要省电 他应该都会用 呃 比如说呃 呃 大概差不多六十八十 或者是两百mhz的 on的cpu 在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要省电嘛 那你在这样的cpu里面的话 你可能只有256k 512k 算是超大的fresh空间的 那你要在这空间里面 很刻苦的去把这些东西 都刻出来 基本上其实挺耗时的啦 嘿 说实在的 尤其是你SSL 后面版本越高的时候 你在解这些东西的时候 时间也相对的长 嘿 你想要越及时的传输 越加的不可能这样 嘿 这样不知道我们有回答到问题 因为我不晓得你整个的 部件的区域是多广啦 或者是 有可能在那个local的地方 用其他的 连线串起来 对 用其 呃 有一些架构是会有说 所谓的叫做NB 就是NB 应该说IoT的Gateway 有的会用这种架构啦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只能以ServerSiber 把它当作一个 一个Gateway的部分 就是 全部集中到这边来 我们再 转发出去这样 嘿 对 由现场端来做的话 其实 会碰到比较 多的问题啦 嘿 因为我在想的是 从device到 relay那边的那条线 你用UDP封包 其实我要listen 我也都listen得到 不是吗 一条线listen 哦 没有我指的是NB IoT哦 就直接 UDP是 是变成 往AIR sale的那个讯号出去咯 嘿 对 当然你如果说 你的机房都被人家插线 在那边监测了 那我想 应该很难方得了什么啦 如果你家的机房 都已经被人家牵一条线 拉出去 在那边监控你的风包了 那 我想 应该 很多东西就无所遁形吧 对 好 谢谢 OK 好 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如果还有想要更多讨论 那麻烦跟讲者私下做讨论 好不好 好 那今天谢谢大家参与 OK 谢谢大家 那我们谢谢讲者 谢谢 谢谢 peninsula 文字呀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